德國朝野在5月29號這一天 針對了規模1000億歐元的額外軍費支出 達成了共識 這筆專款呢 將會在今後幾年內 用於德國軍隊還有軍備的現代化升級 藉此也可以讓德國達成北約組織規定 會員國的國防支出 必須要占國內生產毛額 也就是GDP 2%的目標 對此德國總理肖茲 在31號其實接受專訪的時候就提到 德國很快就會擁有北約架構當中的 歐洲的最大傳統軍隊 另外呢 聯合國人權高級官員結束訪錄行程 卻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是行程受到了限制 好大陸媒體這回很快的反擊了 希望美方不要雙重標準 對此前駐紐西蘭大使借文集強調 美國的種族歧視人權問題很嚴重 但是NGO團體卻大小眼 美國在這個所謂抓到偷渡客 他有一個非常殘忍的法令 他就是成人跟未成年人要分開關 那同樣的譬如說一對父母親帶著他三歲的兒子 小孩子或者五歲的兒童跟他一起偷渡被抓到以後 對不起父母親給他分開 小孩關到另外一個監獄去 那就骨肉分離了 骨肉分離 而且他們的法庭還會決定讓這個小孩子往哪裡走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一個違反 嚴重違反人權的一個法令規定 而且也是一個實踐 現在很多媒體去報導 基本上美國都把那個媒體都趕得遠遠 不准去報導 而且這個問題在川普的時候留下來的 到拜登的時候聽說更嚴重 所以美國的人權問題其實不僅僅是說 美國在國內犯的人權 美國在國際上犯的人權問題更多 剛剛講到說聯合國人權高專 這是聯合國裡面主管人權事務的最高層的官員 他是High Commissioner 這個就等於說是比他的一級單位 還要再高的這個層級 很多國家不讓他進去 那你提到的就是說 讓他去美國做美國人權調查 很可能拿不到簽證 那這一次中國大陸能夠讓他進去 然後他在開記者會 公開記者他講說 希望記者說你見到的人有沒有受到限制 他講說我所見到的 由我聯合國安排我想要見到的對象 我們自己安排對象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這個就打臉了這個西方國家 那美國會不會讓這個聯合國人權高專進去 是一個很大一個問題 美國應該要啊 就是說我們人權很好沒有問題啊 我告訴你美國的記錄好不好 在川普的時候那時候國際罪犯法庭 要派他下面幾個法律的工作者 跟這個檢查系統的人進美國 結果川普大怒不准進來 而且列入制裁名單 所以美國那些國際罪犯法庭的人 要進美國調查什麼 調查美軍在阿富汗所涉及的戰爭罪行 國際罪犯法庭是在追溯啊 結果美國說你不准進來 而且把這幾個兩位國際罪犯法的資源 列入制裁名單 那介大使那他現在還說 布林肯還說是大陸在限制操縱 那照您剛剛那樣講的話 那美國也是限制在操縱 美國做得更明啊 所以其實事實上我們只是說 美國國際媒體不太報導 美國在違反聯合國人權機構 跟聯合國人權機構那個惡劣關係 另外美國公然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 這些犯罪 國際社會 媒體因為美國 全部控制 另外最可恥的是什麼 就是這些平常道貌黯然的 所謂國際人權NGO 這些專門眼睛只看到其他國家 看到美國好像視而不見 美國現在在加入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他做了很多的保留 這些保留原因 因為美國有些州青少年還可以判死刑 這個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的基本原則 所以美國的人權標準跟聯合國人權標準 完全兩回事 美國比如說保障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聯合國的人權公約裡面都講 言論自由如果是明顯在煽動種族性別 或者族群之間的歧視的話 或甚至相互的仇視或者對立的話 這種言論是不受言論自由保障的 這是聯合國的標準 美國標準是隨你講 所以美國才有這麼多硝煙槍擊案 所以這些都是美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檢討美國的人權狀況 那真是慶祝難輸 那我覺得這個大陸這些當局 還需要多下點功夫 日本睽違兩年解封了外籍的觀光客 將在6月10號開放團體遊客入境 當局先用實驗性質 試辦小型的旅行團 為了放寬限制來提前暖身 但沒有想到上路才三天的時間 就傳出有一名泰國的團客確診 這名旅客所屬的觀光團行程緊急中斷 確診者的同團旅客 也暫時被留在旅館隔離 日本觀光大解禁睽違兩年 宣布6月10號起開放團客入境 目前已經有幾組實驗性質的小型團客 全日本趴趴走 卻經傳有遊客玩到一半驗出陽性確診 四人一組的泰國級遊客 參加五天四夜觀光團 一行人在27號從泰國抵達福岡線 29號預定在大芬線內觀光 但30號上午其中一名遊客表示 喉嚨痛身體不適 進行PCR檢測 結果為陽性被緊急送往隔離設施 其他三名旅客PCR暫時陰性 也被送回旅館隔離 整團行程喊咖 到底是在泰國染疫還是入境日本才染疫 不得而知 事實上日本試辦小型旅行團 共有美國 澳洲 新加坡 泰國 次國食物團總共50人參加 條件之一就是必須打滿三劑疫苗 日本街頭隨便一拍沒戴口罩的 幾乎是外籍面孔 一名英國遊客才踏出飯店 就被導遊叮嚀糾正 日本大局開放各國遊客入境 顯然危機重重 台灣也被列入低風險國家 入境日本免隔離就能團體旅遊 只是這回出現染疫者 也讓人擔心是否會影響6月 放寬旅遊團限制 不過日本官方長官松野博一 在31號已經出面澄清 政策將會如期舉行 記者綜合報導 好 隨著疫情慢慢趨緩了 上海從6月1號開始要正式解封了 當地民眾很開心 放煙火還有鞭炮慶祝 場面很熱鬧 就好像過年一樣 好 您可以看到 由於大家終於是解封了 因此市民紛紛走上街頭 享受久違的新鮮工器 上海宣布解封之後 任何單位還有個人 不得限制居民出門返家 購物中心 超市賣場等商業據點 可以恢復實體營業 至於在校園方面呢 則會優先安排高三高二 還有初三的學生來復刻 好 不過進入部分公共場所 還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人 依舊是要持72小時的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 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